市長 新聞界媒體好朋友 大家早安 現在開始開會 今天輪郵保安委員會所屬單位 交通局 觀光旅遊局 進行業務報告及質詢 首先向大會做以下報告 在此向各位議員報告 請假人員 今天五請假人員 依據台南市議會議員質詢辦法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業務質詢時 各該委員會的議員優先第一輪質詢 時間均為10分鐘 第二輪則不分委員會 依議員登記順序質詢 該委員會議員之質詢時間為10分鐘 非該委員會議員質詢為5分鐘 如該委員會議員 於第二輪質詢中到場 主持應讓該議員優先 於下一位質詢時間為10分鐘 第三輪以後 依計登記順序每一位議員質詢時間均為10分鐘 首先 先請交通局業務報告及 介紹主管 報告時間以10分鐘 主席各位先進大家早安 以下僅就本局104年8月到105年3月的重點施政工作 該要報告如下 第一是我們的推動重大交通建設 台南市區 台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 有目前的進度 約100萬新的推動 105年3月底下 預計在今年105年6月底前 預計在之前 會再撥付 地方的配合款4474萬 二 台南鐵路立體化延伸至散化地區的建設計畫 本計畫獲得交通部補助495萬進行可行性的研究 交通部在去年盤附了初審的意見 目前正針對初審意見來進行修正的作業 預計在今年6月修正完成後載送交通部副審 第三 國道1號大灣交流道的增設工程 大灣交流道的北上入口闘道 已經在104年的12月30號完工通車 南下的部分預計在今年的6月底可以完工通車 國道1號仁德交流道改善工程 南下出口右轉的車道改善工程 已經在今年的1月底完工開放通車 第二 增設跨越4到182線 就是仁德的中山路北上出口闘道的工程 預計在105年10月底可以完工 二 推動捷運化公共運輸系統 一 公車捷運化 截至105年3月直 全市目前共有109條公車的路線 在105年3月23號 新闢了77路 安平到南訪夢時代的電動巴士路線 來持續擴充市區公車的服務範圍 公車營運目前在104年8月到105年3月 整個運量為1232萬 較去年提升7.3% 第二點在台鐵捷運化的部分 這個階段最主要是強化鐵公路轉秤的接駁連結 優先辦理後壁 新營 林鳳營 新市等4個站 其中新營在去年10月2號已經改善完成 林鳳營預計在今年的5月可以啟用 後壁 新市目前正在動工 預計在今年底可以完成 106年會後續辦理永康以及龍田 兩個車站的轉秤優化的改善工程 第三是轉運站開發 在市府置辦的部分 麻豆多功能轉運站已經在104年5月竣工開放 那關廟轉運站呢 在3月29號已經完工 預計在5月24號會辦理啟用典禮 正式開放使用 在促餐招商的部分 主要是四大轉運站 第一個是新營客運轉運專用區 這個在目前呢我們是用42條來後續辦理招商作業 預計在今年的6月可以辦理第一次的招商公告 任德轉運區轉運站 目前呢已經在進行開發方案的規劃以及政策公告原理 那預期在今年就可以公告 開源轉運站的部分 這是跟國產署合作共同開發 目前正由招商總顧問辦理開發方案的原理 和順轉運站在今年3月31號審查通過工作計畫書 招商總顧問正在研理開發方案的研理 票證整合的部分 截至今年3月底 大台南公車電子票證的平均使用率已經達到74% 我們還會持續努力 第六個是推動先進運輸系統部分 台南市先進公共運輸系統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我們在去年底已經完成研究報告 目前正在市府來審議 當府內審議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循程序報中央來審議核定 第三個是公共運輸業務 第一個是公共公車品質在精進 車輛太舊換新的部分 我們到3月底為止 目前本市的低地板公車已經達到100輛 另外有30輛 預計在我們第三季呢 可以今年第三季可以上線服務 在持續擴充公車動態資訊系統的部分 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在104年8月到105年3月 語音查詢便明網站以及智慧手機APP查詢都有進步 公車動態資訊系統都增加很多 第三個在公車便明的部分 目前我們已經有110輛公車 104座後車停 裝設有USB的充電座 另外45輛公車也提供免費Wi-Fi的服務 在後車停跟站牌改善部分 目前我們已經完成了79座的後車停建置 後車停的總數已經達到了458座 在站位整併然後汰換市區公車的舊站牌的部分 我們已經完成了新式站牌2508座 智慧型的站牌也有達到110座 另外我們在公車動態資訊的一夜結盟部分 我們運用一夜結盟的思維 跟便利超商郵局醫療院所來合作 目前我們已經完成了39座的建置 還在持續努力中 另外在服務品質提升的部分 我們辦理市區公車跟計程車的服務品質評鑑 在去年底我們一共評鑑出13間的GU業者 105年度這樣持續辦理 在服務品質提升的部分 我們也辦理了去年底辦理了市場的講座 今年還會持續辦理8場次的心靈成長以及緊急應變等提升服務品質的講座 公車駕駛員的英語培訓 配合台南成為一個國際化的都市 我們在104年完成了15場次的英語培訓課程 在優良公車跟計程車駕駛的選拔部分 我們在去年底選出了18位優良的駕駛 今年還會持續的來做這件工作 在無障礙計程車部分 目前本市有20輛無障礙計程車 今年還會再投入35輛 未來還會持續跟中央爭取預算來擴大建制規模 在停車管理的部分 第一個是停車有序的部分 路邊的停車跟公有停車、路外停車額位數都逐步的增加 本市路邊跟公有路外停車場的營運收入就請參閱 第三是我們在去年7月1號優先在台南火車站後站實施機車收費 另外我們今年4月12號在台南火車站前站也實施機車收費 在提升友善停車的環境部分 我們也擴大增設富幼停車位跟我們的增長停車位 海岸路地下停車場的活化 在104年 除了104年榮獲財政部的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破獎肯定之外 我們在今年的2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也特別全面解除海岸路文字館的列館 同時也評比為一個優等的活化設施 在交通工程業務部分呢 最主要我們是推動行人專用實項 實項跟實處的行人觸動耗製 在公車優先耗製的部分 綠線在去年已經完成 目前使用的情況良好 已經可以大幅的改善公車的行車時間 目前正在辦紅藍線的公車優先耗製 在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 目前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我們預計在今年6月可以完成 服務建設的一個細部設計 在公共自行車的部分 我們按照我們既定的行程 第10站的示範車站 示範站台目前已經在建置當中 在今年7月底呢 就可以有10站280部的公共自行車可以上路 那今年底之前還會再建置40站 最後報告推動的委外脫調 委外脫調業務 我們在105年4月15號開始的執行 目前執行的情況還算順利 以上業務報告 請各位多多指教 謝謝 謝謝商局長的報告 下一位請觀光局局長報告 主席跟議員先進大家好 我們在同仁部分跟去年相同 只有我們行銷科的丁里利丁科長 是在今年接任 接下來我就進行觀光旅遊局的業務報告 我們分成7個大的工作項目 在各項目裡面我大概做一些簡要的報告 第一個是在觀光技術業務的這個推廣 那這個部分最重要的工作 第一個是我們繼續在爭取在台南市區的部分 再把原來的一些歷史文化區域指定為觀光地區 來讓整個觀光地區的管理更加的有彈性 並且更加的有效率 那在繼安平的觀光自行車租林系統之後 我們也在後必跟白河區推出第二處的觀光自行車租林系統 那另外在辦理獎勵民間投資觀光設施的參與計畫案裡面 議會很關心的第一個是黃金海岸船屋的招商活化 那這個部分因為本來在去年都已經進行到第二階段評審 但是因為投標的廠商在得標 而不是得標應該說在第一個階段之後做了退出 所以我們為了加速這個黃金海岸的整個活化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辦理使用執照的變更工程 希望先做這個變更工程 使執照的變更 那在未來的招商可以比較順利 那第二個是在安平水井公園周邊土地開發的這個BOT案 那這BOT案包括第一階段的初審再審都已經進行結束 那現在正在合進招商文件 那這部分因為在招商文件的內容上面跟國有財產署 因為這裡有一部分的土地是屬於國有財產署 這邊在內容上還有一些需要協調 所以在4月28號市長也親自在主持了一次會議 預計可以在5月底以前正式上網做公告 那另外就是在運河跟安平雲港的開放 載客小船營運航線的這個申請 那這部分已經在我們的法案的部分都已經修改完畢 那在近期之內就可以開始做整個航線公告的一個開放 那另外在島風內海雙溪景點綠狼建置 的工程還有就是滨海旅遊帶的這個空間景觀改善的 兩個的第二期工程都已經完工 現在已經進入驗收的階段 那第二項業務是觀光的行銷業務的推動 那這部分在去年下半年最主要的工作是 積極參與國內的重要旅展 那包括從8月到今年的3月大概參了國內旅展的部分有兩次 包括台北的國際旅展跟大台南的國際旅展 那同時我們也持續發行台南觀光的雙月刊 那同時也建置台南的特色地圖 那在這部分我們有一個比較創新的做法 是跟台灣知名的一個插畫家作合作 所以每一個月都推出了主題性的台南地圖 那這個主題性的這個台南地圖推出之後 我們現在已經推出第一期 那也引起非常熱烈的討論跟強烈的索取 那所以部分我們現在也在辦理就是開放各 包括不管是觀光旅遊業者或者飯店業者 來共同來注印 來一方面減低公路的開銷 一方面就是讓更多人可以拿到 因為大概印出來之後就秒殺 那一直都不夠發放 所以我們在開發其他的方式來繼續推廣 跟台南地圖這個部分觀光有關的工作 那另外就是在溫路店的部分 到105年的3月20號為止 我們現在已經有753家的溫路店 那同時光流局出版的台南美地的這個攝影集 還有白景攻略 都在全台灣1800家的7-11有去點做販售 那在去年年底開始 我們也開始辦理溫路店的中文跟日文的教育訓練 那我們希望溫路店接下來不只是提供溫路 而且可以在跨越語言 可以提供英、日、中文三種語言的一個溫路 那另外我們在我們開發的旅行台南的APP 下載的量已經超過11萬人次 那包括在石英住行、娛樂這一邊 都提供了比較豐富的資訊 然後我們今年的旅遊版就是 旅遊網就是我們的官方的觀光旅遊網的 也今年在做改版 那目前有提供五種語言 所以如果上去看可以看到 中文、英文、日文、韓文 這樣的一個語言的翻譯 那另外我們跟地方合作辦理的特色產業觀光 包括氣候海鮮節、清燙牛肉節 都持續在進行 那去年在清燙牛肉節也 也付得非常多的好評 那不但是現場到了超過3000名的民眾 那很重要的事情是包括 還有我們跟飯店一起推出的這些套餐 還有就是我們跟達人合作推出的這個達人帶路 還有就是整個 推出的清燙牛肉湯的這個地圖 在網路上大概都引起了非常多的討論跟話題 另外針對馬沙溝的經典沙雕 還有台南夏日音樂節 還有關子嶺溫泉美食節 有在去年依照時序來做舉辦 那每次的辦理的活動吸引到的人數 就請各位一座參考我們提供的書面資料 那在這幾個活動裡面都有獲得 參與民眾很大的一個迴響 那參與的人數也都相對很理想 尤其是關子嶺溫泉節 因為我們是在還沒有入冬之前就來舉辦 所以等於是在當地的淡季的時候舉辦 所以對於當地的業者來說是一個比較好的注意 那另外去年年底就是跨年三部曲 包括宋夕陽跟銀暑光的這個部分 是由觀光旅遊局來做主辦 那今年年初的國際攬展的推光事項 我們在今年比較新的推出 第一個是跟高鐵合作 推出了一個活動的優惠套票 所以可以直接買高鐵套票的方式 來進入欄展 那另外我們也跟土工農村文化營造協會 吳米樂道米促進會 跟吳米樂後部社區發展協會 三家協會推出了惠子蘭新的在地的風土旅行 那另外也結合四家旅行社 推出了18條的台南的一個限定套裝的旅遊路線 那希望觀光不只是吸引人潮 同時也可以把觀光路線做商品化 創造更多的商機 另外在觀光飯店的部分 我們也跟八家比較大的觀光業者 來打造蘭花城市的意向 所以這八家旅館業者都有做主題性的蘭花的佈置 第三部分在旅服業務的推廣 我們的八八安平線跟九九台江線 一直都是在台灣在觀光公車裡面最受肯定 而且成長人數最快的一個路線 那我們在今年也在規劃推出台南公車旅遊的一日券跟二日券 所以我們希望以後進來台南之後 不但有既有的公車可以成 而且可以像國外旅客一樣 單買一日券或二日券就可以不用再每次都買票 可以直接使用一張票證來遊台南 另外在安平地區的自行車的主領服務 目前是有45輛自行車 那持續再進行 那已經完成委外的辦理 所以現在是由民間來進行營運 那在美食跟伴手禮行銷活動裡面 我們在去年辦了美食節 那美食節我們在去年有比較創新的做法 就是跟說菜人跟店家跟主廚共同合作 那推出了一個推出了五項主題式的這個美食節 也包括中泡塞秋樓菜 還有輔城老味道 下輪行阿來輔城小吃宴 那也跟三家的旅行業者 跟15家的飯店合作 來發展美食旅遊套裝跟住宿的行程 那同時在美食節的同時 我們也完成了數位導購的通路 就是我們也把福城好密的APP 跟我們跟香弄台南的這個APP 做了導購的通路 那在活動的期間呢 也贏得比較多的下載人數 那另外就是在國際城市的行銷部分 去年10月28號大阪定型航班開行之後 除了在當時我們做的一個首行的行銷之外 在之後我們也成立了大阪台南粉絲應援團的一個見面會 成立了我們在大阪的台南粉絲應援團 那我們在今年也會定期來做大阪地區的觀光推廣 那另外我們在香港國際航班的部分 我們在去年年底也做了一些推廣 包括跟齊美合作 做由齊美預約的一個服務 還有飲品辦手裡的服務 那在今年可以期待的是 但是在6月我們在越南不知名市的部分 也會有包機的航班來做開通 那所以在6月之後可能是一定就會變成定期航班了 那這部分又為台南增加一個國際直航的一個城市 那另外為了因應這樣的一個國際的環境 我們跟觀光計程車業者 還有旅服中心的人員 跟問路店的人員 跟我們導覽人員 都有呼應我們第二官方語的工作 來做英語的培訓 希望培訓出更多可以使用英語做這些服務的旅遊群眾 然後在觀光事業科的這個業務推廣裡面 我們目前台南有的國際觀光範圍有5家 那一般觀光是1家 那合法旅館有226家 有223家 那民宿部分有82家 那這部分我們就持續進行做稽查的工作 那在去年的8月到今年的3月為止 我計查了337次 那我們除了在一方面做計查之外 也同時希望做一些推廣跟說明 希望盡可能的讓所有的民宿跟旅館 可以做合法的納館 所以我們在本門辦了民宿的推廣協會 那也推廣說明會 那也讓我們現在已經成立的旅館 再近期做新級旅館跟好客民宿 得到這樣的一個標章的評鑑 那我們的旅宿網也跟國外非常知名的一個旅遊評價網站 Triple Advisor合作 那也是台灣第一個跟Triple Advisor合作的政府部門 那在這樣的一個努力下 我們也讓尖山皮 江南度假村跟萬皮世界 都連續獲得 中央部觀光局的一個服務品的特等的 特優的一個佳績 那一個已經連續5年 一個已經連續8年 都是特優的觀光旅遊業 那在溫泉的方面 我們取得了33面溫泉標章 那也是唯一一個到現在 在溫泉法10年緩衝期前 取得所有的 所有的旅館都取得了一個溫泉標章的一個行政區 那在風管業務上面 我們大概在20處的一個所轄的風景區跟環境景點 持續進行 包括清潔、美化、設施的維護 這樣的工作 那包括登山步道的修繕、維護 風景區的設施的改善跟維護 都持續進行裡面 都在持續進行中 那在活化的部分 我們包括葫蘆皮、豆苑皮、龜丹溫泉 還有佐鎮、樂視界、生態園區 這幾個園區都已經做了活化的經營 所以得有廠商的進駐 那也都帶動了當地的人潮 在水域觀光的部分 包括四草觀光管法 還有四草大宗廟跟台江娛樂園 還有旺羅七野這三家都在 都已經申請了四草地區的經營 所以他們現在也都已經可以納館做 輔導跟合法化的一個管理 那在登革熱的防治業務跟觀光振興 那在去年因為登革熱的關係 所以在之後我們大概 比較投入的是在做之後的觀光振興 所以提出了三波段的觀光振興方案 包括跟大台南觀光協會所屬的 十六家業者提出了各種的優惠方案 來吸引大家在這個期間來到大台南地區 來做遊玩 那在德元皮也舉辦了風車節 那在途中期間吸引了超過三萬七千人來參與 那也跟高鐵隔上租車跟一遊網合作 推出高鐵U-Car的這個新的服務 讓近來台南旅客可以更便利地租到小型 而且適合台南在城市進行的車輛 那也配合大阪國際航線的開航 我們也跟華航合作辦理大阪旅行社的團客獎勵方案 就是說你去大阪旅客 我們就鼓勵你也去香港 那用這個來再刺激整個帶動台南國際的觀光部分 那另外在第二波裡面我們也拍攝暖冬的這個形象 來跟各個的來建立就是台南其實是最好玩 也最應該來的地方這樣的一個台南品牌 那也包括第三波段我們包括最大獎 包括抽機票來週週送 還有聖誕節跟跨年晚會等這樣的宣傳 那都透過這些希望讓大家回憶起台南 其實是最適合旅遊的地方 那在今年年初的0206的震災之後 也是開始進行的是震災後的一個復原 跟觀光復蘇的一個推動工作 那在過年期間我們跟遠傳電信有合作 在安平老街辦春節抽紅包的這個活動 那透過我們新設置的這個Beacon 這是跟中央合作的一個計畫 那讓這個活動的部分更加的豐富 那所以在那個期間之內APP的下載量 還有Beacon退播的次數 還有發送的紅包數都非常的高 那來帶動在當時比較低迷的一個買器 那在第二階段我們就是在欄展的部分 做比較多的活動規劃跟推動 剛剛已經報告過 那在這期間我們也推出了一個 Stand by Tine 9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是跟經濟部中央七月處 還有我們金發局文化局合作來辦理 那提出的活動內容包括百家優惠 還有就是跟兩個合作平台 包括Easy Travel跟Typennavia 推出台性的旅遊方案 那也透過在各站點節點的這個祈福卡 來提醒大家就是台南最支持台南最好的辦法 就是跟台南在一起 就是來到台南旅遊在台南打卡 所以我們也有同步辦理一個打卡的活動 希望大家提醒說 台南是最適合遊玩的地方 那不管是地震或者是任何的災難 台南都能從一個辛苦的過程裡站起來 那支持台南方法就是來台南旅遊 我想說明 謝謝兩位局長的業務報告 現在開始質詢 因為杜素雲議員是本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由杜素雲 杜議員優先發言 好 謝謝主席 王局長 我看在日本報告和寫得非常最清楚 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真的有落實 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我就在說船屋要外外去 到現在還是在原地 這個第一點 那第二點我所看到的 我們今年的國際欄展 你說有配合 有配合84家的推廣欄展業嘛 比如說 我們去看欄店可以配票跟去消費 這個有真正落實到多少嗎 還有我們高鐵的配合優惠套票 我給他看齁 去那裡 共瘦瘦 換瘦才 193人次 我覺得 你做得非常認真 要怎麼把我們台南市的觀光 推動得很好 但是我看齁 真正落實的很少 很少 尤其今年 南華展辦的 大家買到要買 沒什麼特色 把整個沿台南縣 延續下來的南華展 都有一點走樣了 以前 沿台南縣的時候辦的南華展 可以說全世界非常的肯定 但是這一次我們委外辦的 辦的不是很理想 所以這個我在這邊做一個建議 如果今年我要辦的那麼不好 那麼明年度 是不是要考慮一下 我們辦南華展的作為 要去改變 這個都很重要 還有我覺得說 我們一直在幾年 我們說去日本 我們的首行 到現在 有沒有一直 每個月 有幾個班次 飛機有幾個班次 還一直在背 我覺得說 我們的 推銷我們台南市的觀光 不要說只是一兩次 在市面上講 這個我覺得說 沒有踏實 因為我們要把整個台南市 我們的古都推銷到全世界 我想我們是延續性的 不能說 我們就一年辦了一次兩次 這樣再推銷我們台南市 我感覺這是不落實的 你寫得很好 但是 我要求的是我們要落實 我們要落實 你看像個地的特票 一百九十幾個人 這個都推銷不下去了 那麼你非常的認真要怎樣去結合 怎樣去結合 但是 真的就沒有人來台南市觀光了 是要怎麼做好 所以你在觀光 坐這個為你也很辛苦 要怎麼把台南市 提供出力到全世界 要怎麼讓 香港人坐直行 來我們台南市 看我們旗幣不不管 這人次也不知道多少 你都沒有孝顏啊 你只想說 我現在做什麼做什麼 但是結果 我們是不清楚 因為時間很短 我這樣幫你點一下 我想我們在私下來了解 然後呢 至於我們運河 運河 這塊 我覺得這都是我們以前推的案件 但是這幾年來 我們也是一直沒有進展啊 我們以前 那個會約會標 到現在也這麼久了 也還沒有一個進展 所以聽說這塊我看 沒有什麼 路線在走 這點 我在這裡給你做一個補充 你請坐 然後那個交通局 張局長 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 鐵路地下化 在我們99年合併的時候 我們就沿台南市就在推動 中央也核准我們 那個200多億了 那麼到現在 我們還是在沿地踏步 還有我們 每一年都偏列 我們應有的 36億的預算再配合 那麼在這邊我有看到 因為當初的台南鐵路地下化 沒有縣市合併 我們只規劃了八點多公里 把沿台南線都沒規劃下去 然後我們合併的 再一直爭取吧 台南線 新市善化這邊再化下去 我們就多了 一公里嘛 齁 差不多一公里左右嘛 那麼現在我們 去年都把這個案子 送到中央了 他們現在要叫我們 有一些重點要改 你說今年的六月份會報 但是改 他們要我們改的程度 有多困難嗎 還是沒問題 只是市面上 一個文字 那就簡單了 還有 我是認為這麼大的建設 我們一定要趕快下去去做 現在大型人啊 你看啦 八十幾% 我們比例才12.5% 這是我們最速的啦 不然像現在直轄市 我們都是可能要50%對比了 齁 我們就沒錢沒資料了 所以中央錢都答應給我們 我們到現在鐵路地下化 都還沒一個進展 最起碼在沿台南線那個部分 我們是後面一直在追的 前面答應這八點多公里 0.8嘛 八點多齁 那邊差不多比較長 我們這錢答應 我們也偏類預算再配合 我們就要動了啊 不是一直在沿地踏步啊 齁 你看這大型都不動耶 就是你後來介紹的 你來的時候推動我們的公車 我們的轉運站 你知道這台轉運站 方式沒到要試的 原來 有的地方可以用 但是現在合併了 變成不能用 齁 這也是電影的反動 啊當然你要把台南市的公車 推動得很好 讓我們八成的坐公車很方便 但是呢 有的也是 沒什麼人在搜 沒什麼人在坐這個優惠 說沒關係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鎮腳嘛 再來 就是 我們偷掉這個部分 昨天警察局一直 陳局長被人罵 警察警力都不過了 一天還要二十幾個警察 來配合我們交通局做脫掉的工作 齁 所以當初我們要規劃委外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想清楚 委外了我們警力配合 我們都是要去拖 結果我們有想到我們有停車格 讓我們市民停車嗎 沒有啊 普遍就是這樣而已 你要怎麼外出不可能啊 所以現在 你怎麼知道是拖到無意無事 齁 過去 在門口 可以停 現在門口 也不可以停啊 紅線也歪起來了 尤其我們人在市場 傳統的市場啊 那本來就有夠沒生理的啊 現在 我們台南是真的不能跟著 你怎麼剛才幾次啊 四角頭 紅線歪了了 喔 你怎麼知道 那些貪犯真的是 參加的 真的要好好 沒辦法啦 他說道義員 你也帶我們去出一個聲音 本來就沒有生理 現在 紅線又歪到這裡 人名 大家來 晚上跟停車就要買菜 你怎麼知道 現在多慘 為了這個委外脫掉 我們 我們台南是真的不能跟高雄市 還是台北市比啦 還是台中市啦 大聲市有大聲市 我們這個鄉下 你怎麼知道 你現在是 推動了 還沒一個月 我誰輸去 拖到沾河子來就拖 沾河子來就拖 我說 現在是要抽錢了 不然怎麼會這麼嚴重啦 所以喔 我拜託你啦 如果不是真的在大路上去 危害到交通的啦 有人卡電就說 欸 那隻車真的抬到人買過了 抬去拖啦 哪個行人來拜託 不要這樣認真啦 委外公司那些認真 都去順 然後就拖 然後就拖 拖拖的欸 錢剛才跟我們 他拖不夠的 我們就要補他 他拖超過的 跟我們奔 欸 這想你這麼好做嗎 主席你長也在說啦 美齊 情力都不夠了 都來配合交通局再拖掉 齁 我長我媽說今天這麼高通 叫我來講 我們要委會的時候 我們就要有配套出來 齁 啊結果現在啦 警察的那個那個什麼的 他們不夠用啦 拖下去啦 八生命還要死啦 齁 局長拜託的啦 那不是在大樓上 人家搭到車行 那來不可以去順了啦 包括去順了 人家搭到人家搭啦 齁 再來菜市仔啦 真的不可以去搭啦 人家都沒辦法去買菜了啦 一分 再給杜樹瑜一分鐘 一分鐘給局長你答好 好我想針對脫掉的部分 齁 對啊 我幫你拜託啊 既然那個沒需要不可以去拖啊 我們的脫掉就是針對有影響到交通 安全 對啊我都強制講了 很強勢在跟你講 有影響交通就比較去拖 有一些狹小巷道最近也有脫掉 那是因為它是畫紅線 拜託耶 你們就外外全部外了了 如果有人檢查喔 有人報案也是要辦啦 對不對 啊我現在就是說 那根本就沒有影響到人家來 他們也是去順去拖 我要拜託你這點 不用那麼認真啦 這種情形比較少啦 比較少啊明明就是有 不然我現在10分鐘 一早就來要跟你講話 齁 尤其人的傳統市長 拜託耶 人家在買菜隨買隨走 不然那些生理真的 靠我沒力氣了啦 齁 局長拜託 隔 gid Marian 家門 至少 中北廠就是2700多部 東人廠大概2500多部含氣機車 一個2700啦 一個2800 2500多 2700跟2500多 已經拖走了5000多台車 跟這個5256的數字是相符合的 所以已經才半個月 平均一天又是拖走了 大概360台車 含氣機車 我剛才看你們這個報告 我們目前整個大台南這個路邊停車格 總共有35862個位置 那我們目前在台南市 流動的車輛 我們出估應該是多少台 一般來說就是用50萬輛 台南大概50萬輛 50萬輛 50萬輛的大概三層 50萬輛的三層 一般都是這樣估 那所以是幾台車要搶一個停車位 大概15萬輛 15萬輛車 那這裡面除了剛剛那個報告裡面的 五千個停車位 他除了公立還有私立的 沒有塞上 所以其實是大概15萬輛車 我們現在大概有8萬多個車位 3萬5千多個停車位 所以這個停車位是很明顯的不足夠 如果加上民間的還有路外還有一些路外停車場 加起來可能8萬個車位 等於15萬台車要去搶8萬個停車位 等於平均大概兩台車還搶不到一個位置 這個是以這個所有的數字來看 也不是24小時停 有的是停 因為一天有白天就十幾個小時 大家輪流停 局長這個脫掉車脫掉業者有沒有業績壓力 沒有我們沒有給他業績壓力 你沒有給他業績壓力 那你知道他的老闆有沒有給他業績壓力 應該也不會啦 所以主要他們是被動的 脫掉業者是被動的 警察如果沒有要求他出勤 他也不能出勤啊 脫掉業者是被動的 但是我想目前台南市大部分市民 都是看料脫掉車是四處在巡弱 警察有 包括熱點以外還有巷弄 他才會出動啊 我想民眾看到的是 這個脫掉車四處是移動式的 不知道是警察被帶著走 還是他帶著警察走 我想這個已經很難說了 那問題是我們現在知道的 聽說啦 這些業者喔 交代這些脫掉車的這個司機 一個月至少要脫掉三百台 如果沒有脫到三百台 他要扣薪水的 所以造成這些司機 很緊張 要趕快拚命拖 所以大街小巷 除了熱點以外 所有的巷弄都在拖 連不應該拖掉的也在拖 局長 我們要求他執行的重點就是有重點的工作 有重點的工作 重點的違規 重點的違規 或是在重大的入口 重大的入口 這個牌子 你看得到嗎 他寫這個是什麼意思 太遠了 看不清楚 就是說有一個頂的標誌 上面寫家長接送區上下學的時間 我有請教我們的謝科長 謝科長 這個是什麼意思 那個部分應該是黃線的部分 我們有掛那個標誌去規範他的一個黃線的進停時間 規範黃線停車的時間 對 配合學校的接送 配合學校的接送 結果這一條是在文賢國中的前面 這條路上面有立了這個牌子 這個意思 科長說 就是這個時間以外 這個黃線是可以停車的 除了這個時間 接送的時間以外 這個線就是可以停車的 有整條線那麼長 結果民眾還是有車子在這邊被拖掉 所以是我們的教育訓練不夠還是怎麼樣 我們去拖掉的時候 連這種不是違規的情形也在拖 而且拖了不只一台 是拖了好多台 局長 他們是不是搶錢 搶封啦 我跟議員報告 違規舉發是要緊 我們要警察同仁才能夠違規舉發 當然 當然 沒有舉發也不能拖掉 但是我想針對這種情形 其實是規範很清楚 結果還是開了罰單 如果是這個情況 我們會要求業者要弄清楚 我想這種情形要特別的提醒這些業者 不管是拖掉車的司機 如果有執行錯誤 我們也要申訴 申訴就對民眾講就很麻煩 車子被你拖走就很煩了 就算我可以申訴回來 我還是浪費時間啊 浪費時間跟精神 然後在那起身都命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在交代 我們不管是拖掉車的業者 或者是我們邪情的這些遠景 針對附近有一些標誌要看清楚啊 這個地方就是除了 它規範時間以外 黃線就是可以停車 就不要一天到晚在那邊 巡來巡去在那邊拖掉 造成附近民眾很恐慌 然後讓大家就是怨聲載道 我想最近也是因為這個引發非常非常多的民怨 局長 這我們會來檢討 是不是可以要求這些 這些拖掉車的這些業者 業者們 除了 除了熱點以外 熱點我想有並排停車啦 消防通道啦 公車超護站等等 這個應該要拖掉 這個沒有問題 問題是熱點以外的區域 巷弄內 如果不是民眾檢舉 如果不是有特殊影響交通的情形 請他們不要一天到晚在民眾的家門口 在那邊巡來巡去 連那種巷子一天都可以看到好幾次 拖掉車巡來巡去 這個我們會要求 那絕對不是交通要塞啊 只是一條巷子 他每天都可以看到 警車 拖掉車在那邊來回好幾次 他心情上就覺得很緊張 我想這個部分請局長要特別的要求 我們這些業者們 不要只想著要搶錢 要達到那個業績的目標 應該還是要以維持交通的順暢為優先 是來協助讓台南市的交通改善 不是來拿台南市民的荷包來開刀 那我再請教一下局長 謝科長你先請坐 我先請 我再請教一下局長 我們這個 這兩個拖掉場 一個是在我們的光銜街 一個在中華東路 是 請問一下在中華東路這個拖掉場 它是什麼地幕 它的使用分區是什麼分區 他是停車場 應該是停車場 停車場用地 對 那我再請問你光銜街這個 它的使用分區是什麼 好像是學校用地 文中用地 文中 對 那為什麼文中用地可以拿來當拖掉場 這個在法令規定上是可以的 法令上的規定是可以 可以臨時使用 民眾 民眾這些文中用地 文小用地不能蓋房子 議員跟議員報告 我們要求這個是業者 他要負責的 所以業者是要在我們的拖掉區裡面 找到一塊適合的用地 那他只要符合法令規定 那我們當然是要尊重業者的選擇 在中西區跟北區這個範圍 他是這個範圍裡面 就找不到其他的用地 一定要在文中用地用這個東西 我想我們每次都發局 使用分區違反規定 就要給人家開法 結果市政府居然找不到 一塊停車場用地 來做拖掉業務 我們也有簽會各單位 都是合乎法令規定 不然我們也不會同意 合乎法令的規定 但是我想民眾的觀感就很差 你找不到停車場用地來做拖掉場 你用文中用地來做拖掉場 那為什麼民眾他只有自己的房子 他自己的土地是學校用地 他可以做臨時使用嗎 他也不能蓋房子也無法使用 只能在那邊等市政府開發 他也可以申請做臨時停車場 臨時停車場是多久 我們這個跟業者是臨時多久 就是看他的 我們這個業者兩年的約 三年的約 三年的約 這樣算是臨時 臨時來用一下 那就找不到其他更適合的土地 就一定要用這種文中用地來做拖業務 我想我們找這個保管廠 還是要方便市民 不能太偏僻 所以我們當時有要求 方便市民 還是方便你們市府拖掉 方便市民 他要去取車的時候 不用長途跋涉 我想都要取車都是一半天 不是長途跋涉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土地的使用 下位唐畢爾唐議員請發言 請發言 第三十二月的地碳城市 也是我們賴市長全力在推動的 這個地碳城市 那不只是賴市長 我們的市民 也是希望說 我們的地碳城市 能夠迅速地 積極地來推動 所以我們公車 低地板的 我們到 我看這邊的報告 就是說一百零四年 十月完成泰泛二十六輛 那一百零五年三月底 低地板公車已達一百輛 另外還有三十輛 預計第三季要上線服務 所以未來將持續 汰換老舊的車輛 以達大型的巴士 全面低地板的目標 是 就長 你有沒有知道 日本 日本 他們的公車 交通運輸工具 他們叫做什麼 我們知道 豬豬石石石 豬豬石石石 翻作我們的中文 就是什麼 交通弱者 那誰是交通弱者呢 包括孕婦 包括老人 包括小孩 這些就是他們 日本所謂的交通弱者 所以 所以本市要問市長 要問局長說 這都是 我們市跟市民想要知道 到底 那個低地板的公車 什麼時候要上路 因為我們有博外座嘛 有 但是什麼 這些老人就對了 包括孕婦 在地板 沒有全面 汰換的時候 你看那些高 老人 老人 貫賊 貫賊 貫賊不上去 孕婦 那更不用講了 對小孩來講 那個也很高 你要跨上去 要那些公車 所以他們說 如果很吃力 所以到底 我們這個低地板的公車 當時 什麼時候可以 汰換 全部汰換 不用再坐遊覽車 遊覽車的巴士 有時候你敢不敢說 議員報告 就是 我們的低地板公車 就是我們台南市政府的目標 未來一定要全面低地板化 這已經成為我們的公車政策 那目前我們已經 台換了100多輛 我們還會持續的努力 我們現在還存在幾台 要再台換 我們目前 台南市的公車 一共350台 經常性在跑 我們大概現在已經三分之一了 還有350台 我們已經超過三分之一 其實我們這個比例 在各都裡面 已經算是很高了 除了要不會台換當時 要再幾台 我們大概 因為還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這也要業者投資 一方面爭取中央的經費補助 一方面是業者投資 其實我們市政府 大概就是每一步 補助它80萬 那這一步 低地板大概是550萬左右 所以我們還是要看財源 分年來編列 那我們希望 當然希望越快越好 但是也要看業者的投資能力 那我們大概最低的目標 一年我們要有20部的 低地板公車來台換 那其實我們現在每一年都達到 而且超過了 照這樣子來預估 我們希望說未來六年能不能全面來汰換 所以低地板公車 老實說是這個趨勢 不管是說節能減碳 綠能城市 還是說包括我們這些交通落者 對他們來說 都很希望我們的低地板公車 能夠全面全部的汰換 那讓這些交通落者 他們可以只要比較緊張 不用說只要下去坐 只要跨上去 就在那邊有整部 而且甚至要再換 那些老大人 連騎就騎就不知道 你要叫他再下這麼高 所以他們來講 真的是 武甘有夠重的 這樣記得 我們市政府 有跟他們騎乘 跟他們補助 老實說 騎乘不是只考慮到說 我賺錢就好了 低地板公車 反正就慢慢來 我們交通局 要給他們一個壓力 不然要怎麼成為低碳城市呢 對不對 不管是對人的健康空氣 還是說我們家的交通落者 都息息相關的 結果我們會來努力 所以 還有一點我要請教部長 就是說 我們台南的捷運計畫 現在規劃的方向是怎麼樣 那是輕軌還是捷運呢 因為我們市長的報告有說 這個要建立低碳城市 但是現在台南的捷運計畫 沒有在市政報告裡面 那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得到中央的這個核定 我們有那個捷運計畫嘛對不對 但是沒有在報告裡面 先進運輸系統 所以你去年我們交通局 台北議員說的是捷運計畫 106年可以完成這個細部的設計 107年可以花包嗎 各位議員報告 當然一個先進運輸系統 包括捷運有很多型態 我們會找出最適合台南的型態 目前已經完成了可行性的研究 這是我們市地方政府 必須要完成這個第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核定之後 目前正在我們市府內部 要展開討論 確認以後就要報中央 那後面的包括它的整體規劃 跟細部的設計 我們會按照按部就班的來爭取來推動 確定喔 是 我之前喔 本市有跟你講 執行過嘛 是 我們的輸肌 的那個所謂 跟那個觀念 還有那個同理心 大部分都沒有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這個黃靜蘭 黃靜蘭他耐心等待 我們這些老人家 因為行動比較遲緩 比較不方便 讓他慢慢上來公車 坐坐穩以後才開車 他這麼貼心 對不對 他這麼專業 這麼有愛心 這個因為務實 然後被開除 日本的公車司機 是完全等所有的乘客 都坐定了之後 日本的公車司機 比較開車 是 對不對 像這個他在日本開車 開八年 所以 人家這樣做是對的 我們要把他學熱 怎麼會把他開除 跟議員報告 黃靜蘭先生 他的確很有愛心 是啊 難道我們公車司機 不應該有愛心嗎 對待這些老人家 對待這些孕婦 對待這些我們的小朋友 不過他離職 不是因為污點 我想要澄清一下 他是因為其他的原因 其他的原因是什麼原因 因為 因為美女的報導 就是這個原因 那局長你現在說 不是因為這個原因辭職的 那其他什麼原因 他原來是 他在我們台南三家客運公司 待過兩家 新南客運 他也是因為脫班而離職的 脫班 不是因為服務老人物點而離職 他是因為脫班 也就是早上第一班 他就沒有遲到半小時 所以我想這是事實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 在這個時候 其實他真的很有愛心 他是一個很值得鼓勵的司機 我們也希望說 找到最適合他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 媒介他去看能不能去開富康巴士 那應該服務 真正服務到老弱 因為一般的公車 當然服務很好 是沒有錯 但是他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 不是因為說 他單車的老大人 單車的孕婦 行動比較不方便 用車子 比較開車 他並沒有因為這樣子而被處分 沒有 事實是這樣 就是像局長 你所講的 去開富康巴士 因為這麼有愛心的 當然遲到半小時 是絕對不可以 但是 你如果是等待 我們這些 行動比較遲晚的老人家 這些孕婦 還有這些小朋友 那我們一定要獎勵他 不能開除他 還要獎勵他 對 好的行為 我們就要鼓勵吧 有問題我們還是要 要來修正 對阿所以 再給一分鐘 所以 我知道我們今天 主要是在 低碳綠能 我們在 前天 你知道嗎 我有說過 我這時候在 台江國家公園 環保局 因為要蓋四季的 文化爐 要七公斤 要撤一萬兩千棟 的紅樹林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日本的觀光局 那個 黃劇長 日本的觀光局 你知道嗎 他們是怎麼做的呢 當機長請坐 日本的觀光局 他們 為了 他們在推動這個 Echo 環保住宿的費上 我們國人常去的 投幼庫運 就是東橫 INN 本期查過我們 台南的飯店 都沒有這樣的方案 如果議員指的是 指綠色旅宿的話 我們有這個系統 而且我們可以來推動 有 因為 議員剛剛講的應該是 就是Eco系統 這個 我們有所謂的 綠色旅館 我們有推這個計畫 是中央觀光局 就有了這個系統 然後我們有一些旅館 是有 綠色旅館的認證的 我們可以來推動 這也值得推動 我們是不是請唐議員 下一輪再問好不好 現在登記的同仁有七位 那是不是等到 邱麗麗邱議員發言完 我們休息十分鐘 現在換蔡玉芝 蔡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請教一下張局長 這個位同ças 還是這是 Fenoy 蔡議員 是只有三位 如果我們要設定 那五個耗子通常是有左轉右轉專用的 是 那現在我說到不少的這個陳情 就是說在海岸路跟這個河圍路口 這邊只有三個耗子燈 那在西門路跟河圍路口跟公園路口 都有五個有左轉的這個耗子燈 有四個的 有五個的 那只有這邊這個河圍路跟這個海岸路口是沒有 但是這邊的交通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是這邊有一個花園夜市 花園夜市每逢夜市的時間 這個時段 這個人真的是很多 我也實際去那邊看過 那是不是說這個地方能不能做一個改善 我們不要求就是說 整天我們可以在流量 那人口的那個流動 車輛的流動多的時間 來設置這個左轉右轉 左轉或者是三個 四個燈號制 是不是可以做這樣的考量啊 議員建議這個路口我們可以去會看看 好 那那個交通科早要不要補充一下 這邊跟議員補充做個報告 那原則上剛剛大概有說到 事實上 議員提的應該是說它左轉不容易 是不是要設一個左轉 給它一個左轉狀況時向 那因為我們考慮左轉狀況時向一個很大的原則 就是它有沒有左轉車道 那議員剛剛您提到就是海岸跟河圍 那應該是河圍路它要左轉到花園夜市恐怕是比較不容易轉 那因為這個地方因為受限路幅的寬度 恐怕是不容易去設一個左轉狀況時向 好 那這部分我們去檢討看看 是不是可以設一個磁壁或者是早開的時向 讓左轉的車輛比較好 好來做一個轉向的操作 這邊的那個路面是非常的快 我也請問過那個公務員派出所 那邊好像發生車禍的這個比例也蠻高的 所以是不是做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會看一下 議員跟議員報告是不是去安排個時間去會看 來會看 研究一下 是 好 好 那再來就是說 那個 我們公車就是安平的這個觀光列車 這個部分 當時我有建議過就是說 能夠設置這個我們交通局 能夠設置這個LED的這個跑馬燈 那感謝這個局長也給我們設置了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個車 那是不是在我們那個車內 就是說每一站 因為我們知道安平是一個觀光區嘛 那是不是那個站 每一站的那個都做這方面的這個標示 就是說做這樣子的提示啊 就是說下一站要到哪裡 就是說下一站 要就 議員只是車內廣播嗎 對 車內的廣播 或者是那個 現在不是就有廣播嗎 現在就有廣播下一站 可是沒有做那個 那個 車內的跑馬 對 因為廣播是 有些人聽得懂 有些還是那個 像國外的觀光客 那個 他是 是 議員指的是 車內那個下一站 是哪一站的LED 但現在就有 已經有了嗎 現在就有下一站是哪一站 這一個 廣播也有 有跟我這樣子建議 老師說我是要來提 提看看 沒關係我們還是 看公車 剛好那天有問題 還是它壞掉還是怎麼樣 我們來做個檢視好不好 所以希望是說 有這樣的那個設置 好 那好讓他們這個 來方便來觀光 尤其是到我們這個 我們是很希望說 我們扎木公園 能夠有這個 更多人來我們扎木公園 謝謝 那再提到 剛才也好幾個議員提到 這個蘭花展 去年的蘭花展 我想這個蘭花展 我想光光理由己這邊 也是都很用心的 在規劃這個活動 但是呢 我們都發現到 我想很多議員也這樣的感受 就是說 這次的這個蘭花展 好像都沒有預期的 這麼讓人家滿意 那我們也帶了一些 這個我們外地的朋友來 結果他們都感覺到非常的失望 就覺得說好像這次的 他們都每年都有來 但是今年好像他們覺得 沒有去年都好 好像規劃 路線的規劃也不是很好 但是今年的 他們就覺得說 今年的特色房啊就是 小吃 比這個蘭花還要多 我不曉得是不是這樣 他們的感受是這樣 如果是我們自己都不會 不是這樣子的感覺啦 但是如果我們這個外地來的 他們的這個 我想會比我們自己在這裡的 那個感覺會更實在才對 所以如果是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我想是不是我們也有檢討的空間 希望呢 再往後辦這種活動 是多能夠改善 能夠辦得盡善盡美 像大家都花那麼多的錢 我想在這個王局長這方面 應該也是很專業才對 所以希望能夠有所改善 這是我們這次的這個建議 王局長你請坐 謝謝 那個交通局長 再請教一下 這個外面都說那個停車格 我們現在都停車格 都要收費嘛 說是沒有標這個號碼的 是不是不收費啊 有沒有這回事啊 我們目前大概收費的都會標號碼 對 那個現在目前的停車格 沒有標號就不收費 可能有的要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 這個退期了或是 沒有沒有 對 有些道路喔 有些道路 也是在大馬路上喔 像海岸路 有些地方 有的有標號 有的沒有標號 那 我不太清楚那個 是 Jimmy告訴我 說是 你要停就停在那個 沒有標號的地方 他說那個不收費 那是不是有這回事 我想釐清一下 對 原則上是這樣的 原則上是這樣 那 我 大家最 這段時間喔 最 最 就是 去詬病的就是說 這個 開罰單的這個 非常的勤快 那個 這個 拖釣車的 也是非常的 認真的 拖釣 所以這個 大家都 都對這件事情 都非常的 不是那麼 那麼 滿意 那我 我才發現 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拖釣的 這個 拖釣廠 在目前我們 市內是有兩個 兩處 是不是 兩個 兩個 兩個保管廠 剛才那個 局長說 好像都在 市內 就比較方便 方便 真的是很方便 方便什麼 方便拖釣車的人 來來回回的拖釣 他們拖釣的次數 就會更多 所以 對市民 取車也方便 這個市民 取車是 那個是小市 那個他們拖釣的 那個速度 那個次數 會更快 我覺得 好像 這個 有的時候還是要考量一下 這個拖釣 真的是 這個 不該 沒有影響到交通的 這個 這個 那個最好 還是不要拖啦 沒有影響到這個 這個 交通的 這個什麼 這個 可以 這個 做 這個 這個 废建 這個 和可以 這個 可以 分享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探討 來 我們先就針對交通局這邊 在你的工作報告上面 也有寫到一個叫做T-Bike 什麼叫T-Bike T-Bike 就是公共自行車 公共自行車 它的目的何在 公共自行車現在 一個它是綠能運輸最後一環 它也是我們公共運輸的最後一環路 其實我們不管是我們的公共 所謂公共機制的最後一環路 你是要什麼公共機制的一環路 它最大的目的是 你這個公車到了一個目的地 你要去做一個就是導覽也好 或者要去做公關也好 就是銜接起來 讓它能夠到目的地去 是 這樣說 是 對 你這個在工作報告上面 你說 你以分年分期方式 你一定在今年105年設立50站 對嗎 50站 50站 對 105的目標是50站 這個裡面 你包含的藍科園區跟都會公園的博物館園區 你把它放在藍科跟博物館 這兩個是第一期示範 示範 對 你花了多少錢 2千 大概2千9百萬左右 2千9百萬 對 你一期的 你的一期的 效果 你希望達到哪裡 我想這個T bike不是以營利為目的 各議員報告 方便 最主要是鼓勵大家 最後一里路 盡量的就是不要再騎摩托車 我們可以騎腳踏車 它是一個低碳 它綠能 它對身體好 我想這個全世界都是朝這個目標來做 局長 那你也放心好了 坐公車去到最後一里路 它絕對沒有可能有摩托車 除非你說那個地方有人在營運摩托車 所以它會轉型就是接摩托車 但是如果你是坐一個公車去到現場 去到那個地方有的話 當然它沒有摩托車 它絕對沒有摩托車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用低碳的自行車 來做一個代替 是不是 你現在 在示範的過程中 你議定今年要50站 50站 希望就是 可以讓更多的民眾來使用 所以你這個部分 你把它靠在南科跟奇美博物館 對不對 還有十股延期 目前兩個示範點 就兩個示範點 各五站 你現在 南科園區有什麼樣的 使用者 我想 我們最主要目的就是 我們的T-bike 大概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建立一個通勤的目的 我們為了鼓勵大家 短時間的通勤 或短距離的通勤 可以盡量利用自行車 所以你就說 你靠在南科是希望 讓那些上班族 能夠 對 這是一個目的 來使用 第二個也是 我們希望推動地方的觀光 南科有什麼觀光的效應 南科的生活科學館 俠客湖 他們有幾個 現在已經成為一個 架熱很盛的觀光地區 所以你希望能夠 大家很多人 包括外地的人 能夠知道 我們台南有做一個這個設施 對不對 那是這樣 是 對不對 那我們也看到 很主席 我們有上網去看的 有上網去看的 你在這個部門 你現在你說的 兩個地方 再做一個就是釋放 跟我們同步 同步在走的 屏東已經設了30站 30站 已經有30站了 甚至 你希望說 讓更多的人去了解 外地的觀光客 外地的人 他要讓他知道 跟我們市府 也有在做這一個 公共自行車的服務 你在網路上面 我們去給你抓了一個 你的網頁 你的網頁 你的網頁上面 這個部門 你沒有很詳細的去看 的去展示出來 程式出來 表達出來 有很多人說 一看就知道 這個 我們公共自行車 是在這裡 它的功能在哪裡 完全都沒有 你點那個什麼 機關名稱 標案的名稱 哥哥為什麼要跟你講 標案的名稱 還有標號 還有代碼 還有單位名稱 機關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團稱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 招標狀態 傳輸的數字 還有分類的代碼 採購性質 還有採購金額 我跟議員報告 這是法令規定 對 但是問題 你有沒有去行銷 我們公共自行車 你要讓很多人了解 你可以到哪一邊 去能夠做接軌的動作 你沒有啊 你甚至沒有去行銷 公共自行車 它是要去使用 因為公共自行車 七月才要上路 現在還在建置 是嘛 所以我們 感謝議員啦 我們會 你七月份就要上路了 你這位 我們九樓的 這個政策 現時已經五月份了 來到這邊 也僅多兩個月 你在整個行車上面 你都沒有去做 你這是把採購 的一個標準 放在晚葉上面 那個是依法要公告 對不對 依法公告 我接受 這是依法 的過程 的一種合法性 但是 我在說 你要怎麼 像我們公共自行車 告知所有的人 包括我們台南市民 你說我今天 在人口上班的好 還是要去人口那些 那些七月好 我應該要了解 未來 在七月份 我們台南市有 這個公共自行車 這個政策啊 沒有啊 你都沒有啊 你沒有把這個政策 好好的去行銷啊 你花了 你花了 將近三千萬耶 這部分的確應該要 事先要提早宣傳 那我們會來努力 你懶得 你是說 你先把本市回答 你七月問才要三路 你的意思 你要七月份才不會來宣傳 就對了 沒有啦 我們也準備 要開始啟動了 要啟動了 對 你那麼的一個政策 要推行 你知道要教育多久 要行銷多久 才能夠亂亂 你要知道咧 包括你說的啦 我們現在再講了 引起非常大的個名言 你還要那些 有一個停車格 你要去畫一個停車格 你有沒有跟單次的 就是說 我們的店家溝通一下 很多人就是鄉下 明天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家比較多 前面的一個停車格 妨礙他的進出 當然 我們的道路路 是我們大陸市政府的 但是問題 你至少要尊重一下 你要進出 哪個地方比較適合 你總是要去告知嘛 告知嘛 我們有看到你在工作報告上面 你也標示 你也講了 公有的路邊停車啦 你從去年的八月份 到今年的二月啦 總共是半年了 你停車費的收入 總共是一億六千六百七十億萬元 這真正好彈 一個停車格比一個黃金 三個月三個月還好彈 一億多啦 人家就不怪 我們會不會 我現在要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的收費停車格 跟沒有收費停車格 比例是多少 沒有收費的比較多 比較高 比較多 比例呢 收費的還是比較低 大概四六比吧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我們再來核實一下 我希望說你要畫的時候 你至少要跟店家先溝通一下 因為像往往有下去的時候 很多民眾陳情 我只要進去就沒辦法進去 這要怎樣 所以你自先的溝通非常的重要 這個我們會加強啦 好不好 還有你在畫的過 那時候有紅線 大小條火鍋都要畫紅線 錢在大人一照啦 馬上開紅燈啦 人家很多的民眾 跟他們到門外 如果米圖路 你就要畫一條紅線 他說我坐自行車 跟他要放就沒辦法放 我每天 我進進出出 我家裡 要一個東西 甚至想到我要進裡面 拿一個東西 我那台自行車 都要放在你 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 不然就放太多 不要說汽車啦 連摩托車都這樣子的 搶我們媳婦都搶錢 所以我們也在畫的過程中 比較小的巷道 你自己去管控一下 不要大小小 就大家一直 現在我也請蔡旺權參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們一樣 我們請張局長 局長 局長你上任到現在 至今 這個 你很認真 這部分 這個 大家都很肯定 這不用話說 但是最近的 一連戲的一個政策 我必須要在這邊請教一下 這個 你知道最近科文者的民調 怎麼下降的嗎 我不是很清楚 我都是專心在我們台南的交通 我會問這當然是有關 科文者最近 過去他怎麼說不到話 我們不會去計較 但是 一直到很多政策 包括 什麼公車漲價 慢慢來 又要E-Tech 要收 篩車費 慢慢來 又要大力的掃蕩 脫掉 甚至有一段時間 還要用監視器去 去 用監視器裡面的畫面去取締 違背很多的這個民主價值 那是很離奇的 一直到 包括大力的掃蕩脫車 沒有配套 我要說的 這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有某些的部分 是和它一樣 你怎麼知道最近 我 在這個 當局 現在 大家生在那個拖調場裡 你怎麼知道 在這裏 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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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要再看 這個拖調場在中華東路巷子裡面 沒有啦 對 中華東路巷子裡面 對啦 崇散二街 他就邊的里 包括 這個 我們的崇信里 包括和平里 人和里 崇散里 大家居民 都在跟我說 欸 議員 你們市長是票超多 真的票有夠多 是不是 這樣拖 你知道嗎 整個沒有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我要問局長 你敢去了解 難道這個整個招標作業出去之後 你們就沒在管啦 你們就沒有在了解它的 它拖調的情形 會不會 會不會違背了很多的一些 一些交通的一些政策 今天啦 今天 我要向局長說 一個好的政策 絕對不是說 這樣 像科技這樣 一支桌這樣 滑下去 絕對 這樣就可以成功了 絕對不是這樣啦 等東西 等東西 你們要拖掉的時候 我是支持你們啦 我相信你們有夠專業 你們可以去調和 透過拖 拖掉 來讓整個都市的交通 變得更好 但不是喔 今天 你來給民眾認為說 今天這個拖掉 是為了公司的盈利 並不完全是為了 要解決交通問題 然後你們的配套措施 可以停車的地方 也沒有 我記得一個咧 像我們從學路就好 每天拖 黃線也拖 無所不及 大家就拖 但是 旅邊有什麼停車場 那個位置也不夠停 那你們有沒有去協調 有沒有公部門的地方 可以夜間讓大家停車 這個部分 都是你們應該去做的 你們是主辦單位 不是招標一個 脫掉 業務槌 就放它去 放它去 四個拖 增加民怨 反而讓你們的 這個交通政策 會容易陷入危機 甚至失敗 我 我 這個 古代理長在跟我說 說 他們有夠歲 最近來一個惡靈居 怎麼說的 大家 附近的居民 真的 像剛才局長 在跟議員回覆 說 多了一個交通 脫掉場 方便大家 不用長途跋涉 要去走走的地方 來去取車 沒有錯 今天它也很方便 那個 储兵拖了 用走路 就可以去搶車 怎麼走 怎麼車 怎麼說 裡面 10車 車裡面 一半以上都是 旁邊的理 附近的理 過去沒有交通的問題 我記得 人和路 人和便電所 圍牆邊 那個地方會塞車嗎 那個地方有交通事故嗎 沒有啦 那個地方 車流量很少啦 但是呢 努力的拖 怕命拖 該拖 該拖的地方不拖嘛 我們交通局有沒有跟警方開過會說 確定附近哪個地方 是應該拖的地點 你們應該確定哪些是熱點 哪些是意外發生最大 哪些是最會塞車 你要把這個店確定出來嘛 朝這個方向 那不是說 行來好拖 行來沒人幫你拖嘛 反正你不拔 旁邊的人也不知道 圍牆邊 比較偏僻的地方 都拖 真的 改拖的地方 你們可能 就錯過了 像我們當局 我不要說到一個店 這你們自己去做評估你們就知道 我覺得是應該是要有先後秩序 要不然你這個拖車業務 一定會成為我們東區 上一個拖吊場的翻版 東區的市民都非常的理性 也很支持市政府的政策 大家都做理性的啦 但是呢 你如果拖過頭衣喔 你就怕生產都不在拖了嘛 反正就整個就讓他親身去拖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反而容易讓這個政策 會讓大家反而更加的反感 這不是我們要的啦 過猶不及啦 過猶不及 不是拖越多越好 可以讓我稍微解釋一下嗎 不是不是 局長 你如果剛才解釋這麼多 我有聽你在跟那個議員 我們的議員同事 其實我講一點啦 就是 台南縣市合併之後 我們是唯一一個 過去四年都沒有執行 違規委外脫掉的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 磨定在動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推出業務 局長 你說的這都是多餘的啦 你這不用說 我也可以說一條給你聽 過猶不及啦 凡事要剛好 比例原則要適當 那如果執行上有什麼缺失 我們會來檢討改變 一定要回去好好的檢討 不要犯了以前的錯誤 以前東區曾經也有拖釣場 那時候是人拖到沒力 因為怎麼說 補賣 四處行來 四處去拖 該拖的地方不拖 人家說這個政策是幫助這個公司 在圖利 就變這樣嘛 我問你局長 聽說有人 這個拖釣業上層有交代 一天要拖三百輛車有沒有 我沒有聽說 沒有聽說嘛 你們明明也沒有業績交辦嘛 而且拖釣它其實是被動的啦 是被動的嗎 是要警察同仁發現了有違規要取締 他才能去拖釣 他不能自己去拖釣啊 喔他不 這是當然 這是當然 對 但是我們聽 就是說他想要拖釣業機 不會有這種情況 那當然我們會要求 無論是 這個是真的 這個交通的用重點 熱點區比較重點違規的情況 我們去拖釣 熱點區你要把它規劃出優先次序 不是拖釣來 把那個理民 但是有時候也要請議員提亮 有很多市民現在開放社會 他會去檢舉 他會去報案 所以我想警察同仁也很困難 好你講到這個了 局長那你已經有去針對這個了解過嗎 沒有嘛 你現在都是在憑空也推測嘛 不過確實是這樣 所以我也是合理的 我們也是合理的推測 不過這一點如果說 脫調公司為了賺錢 你們也必須要趕快打拖 不管是上面是誰交辦的 我看一天啦 不計這三百台五百台一千台也要拖 這個我會去了解 是不是真的有這種事情 然後成本考量 成本考量 一輛脫調車出去要撩多少油錢 他當然也要拖附近的 集金十公斤五十公斤 一百公斤先拖 這個地方你們必須要去控管 要了解要監督 我要跟局長說的是 你們這個東西出去之後 要謹慎的評估謹慎的監督 要不然 一旦引起民怨 好好的一個脫調政策 大家都幫你支持 大家都可以支持的政策 感謝 你會弱得 會弱得一個失敗的下場 是 我們會努力 對 所以 而且那時候我們跟交通局反映嘛 民眾要把我們市政府歡迎 這個脫調的一些不適當 你們局裡面 快點都撩到警察局比較中 這不是警察局 你們是交通主管的業務 你們附有督導的義務 警察局的部門 你要去負責還沒去協調啊 怎麼樣的比例原則 你們要自己去拿捏啊 橫向協調我們會加強 對 我請局長 再給蔡英元一分鐘 我簡單幫你拿捏一下 我們小東大灣交流道 北上砸到開放之後 正如同之前我跟你預言的 在總之詢的時候提到 我們這一個地方 會成為外來車輛跟我們在地市區裡 利用當作市區道路的一個集合點 會變成一個停車場 現在已經開始噩夢行程了 真的局長你要好好的去看一下這個現象 怎麼解決 那時候我建議說 你趕快跟中央提案 趕快打造一條貫穿整個南北的快速道路 讓整個台南市可以用 跟這個台中七六快速道路 其實一樣 趕快去疏散這個車草 現在還會有 不然你現在去看 差不多不用最好班的時間 平常時間 平常時間已經都在塞車 這個部分可能是非常嚴重 下一位郭郭文貴議員 主席謝謝 那個本期有一些問題想要救教一下 那個王石石王局長 那個我放一下照片好不好 那王局長 我想上面所列的東西 看起來沒有明顯 應該看得蠻清楚的啦 不論是那個披薩也好 或者是那個sushi也好 或者是那個肉骨茶 修賣 招賣 你看到沒有 不論是意大利 法國 韓國 香港 新加坡 的一些小吃的菜式 基本上 絕大部分 本期整理起來都是因異居多 那臉書的網友也是這樣跟我反應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有道理 所以本期趁這個機會 來救教那個王局長 是不是台南的小吃 有一些 跟人家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意義又何在 我先看一下下一頁 那前面的部分呢 其實是屬於因異的部分 不管是乾麵 茶餅澤 還是鮮魚伊米 這個部分 那 可是我們看到底下 不論是 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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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肝 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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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變成是意義的部分 那這種情況底下 會有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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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語去做一個區隔 因為我們畢竟需要一些文化上的主體性 即便是新加坡 他們說的福建委也比較多 他們說的福建委這麼多的總統集合 他們也是採取這種音異的方式 而不是採取意義的方式 那其實是一個 某一個程度 是一個文化主體性的堅持 那如果是意義的 只是單純用音異的方式的話 那又屈從整個英語語系的這個國家 更何況外國呢 其實呢 就英文來說 也有美系 也有英國的語系的差別 甚至還有一些歐洲的其他國家的差異點 所以 是不是站在一個觀光城市的角度 我們過往 採取這麼多 那個意義的方式 就是可能改成音譯的方式 來維持台灣這個文化的主體性 首先先跟議員恭喜 接下來 關於這個議題 兩個兩難 我們在翻譯的時候 其實兩種路線都有 有音譯有意義 那音譯的部分 的確是像議員所說的 就是他可以 就是維持你在文化上的主體性 對 但是在意義的部分 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為什麼還是保留了很多 很多食物的意義 是因為外國旅客看了懂 他覺得安全 尤其對歐美旅客來說 因為他們常常有很多食物的禁忌 所以如果說你不把食物的內容表明的話 怕他不知道 那但是我覺得議員的這個建議 我們可以來 review 就是我們可以把盡可能的 比較熟悉 知名度高的就先走音譯 那如果說比較 譬如說牽涉到動物內臟器官 或者是外國人比較害怕吃的東西 我們讓他保持意義 其實就東西來說的話 當然是他要吃的東西 要吃的安心的情況 他不知道什麼內容 其實他多半不會自己去 或者是店家也會有一定的解說 也就是說呢 其實他是如果用音譯的話 在後面再做解說 其實也就OK了 其實任何即便是音譯的東西 你當場也會跟他介紹 即便是音譯 你還是會跟他介紹內容 所以他很難其實大部分都是從 朋友或者店家的解說 而知道內容 或從書籍相關的內容 他才會想要去做嘗試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任何他嘗試的過程當中 幾乎都會搭配解說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不一定說 因為解說內容的關係 而是堅持音譯 其實我倒是覺得 可以用音譯的方式 我想說那個部分 可能就是在整體的點餐配套上 可能要比較清楚的說明 用音譯才會比較方便 這個部分本席啦 跟您做業務上一個 可能難得有機會 再一次跟你做建議 應該是最後一次再見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在 我也聽到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之前也跟你請教過 就是說在六月底的時候 連假航空月節會過來 其實早期我一直在注意這一點 不管是其他的城市 都透過這一種連假航空的方式 來促進整個城市的觀光 除了大阪航線以外的其他的可能性 台南也經常在跑日本 我是覺得有沒有可能 我們台南機場的部分 來引進更多的連假航空 來促進整個觀光的人潮的出現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假設沒有的話 在高雄 基本上有沒有可能把高雄機場 當成我們台南整個觀光旅遊 有一種成田機場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進入東京的話 成田機場其實還要相當長一段時間 不像那羽田機場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說 我們在高雄機場的話 可以多做一些宣傳的話 甚至相關的行機 做一些宣傳的話 就從高雄它是進來的地方 的人潮非常的多 畢竟它的班次還是非常的多 不是說它到了高雄就在高雄玩 可以讓它高雄引進來台南 有沒有可能有這種銜接的可能性 就這兩點本期也就教您一下 我想第二部分議員的建議 其實非常專業 其實這也是現在正確的旅遊規劃 就是說不是把台南最唯一的進口港 而是透過跟高雄之間的銜接 因為高雄其實 連我們最近的進口入口港 應該算是高雄 所以是串聯旅遊商品 也就是說到達高雄之後 它一定要進來台南 這才是一個對台南最有利的一個模式 所以我們會依照議員所說的去做一些宣傳 包括性型旅遊商品的包裝 第二個關於連架航空 是不是能夠進來台南 我想這部分我們只有積極爭取 那連架航空進不進得來 跟機場待遇有關 那這部分月潔能夠進來 也跟機場的整個停機收費的部分有關 所以這部分我想我們就盡力去做推動 那很有可能我們可以有別的連架航空 因為畢竟聯航的競爭的機制 目前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我想是有機會爭取 對 因為聯航它基本上 也是持續非常在擴展當中 不論是從馬來西亞的例子也好 或是從東京的例子也好 他們特別蓋一個機場給連架航空 原因是它想要吸引更多的旅客 來到這個城市裡頭做旅遊 但我們不可能再另外蓋一個機場 但是我們如果能夠讓聯航 有多一點的航線 就如同你說的 提高那機場的條件 讓它願意待在這邊的話 我相信對台南的旅遊 會有更好更多的一個刺激 然後但是就你剛剛所講 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從高雄機場一個結盟的角度來看的話 有兩個部分 本期做一個具體的建議 幾次回來的時候 華航上面所介紹的 其實只有介紹高雄 沒有介紹台南這個城市 就是說它 落地下來高雄機場的時候 如果能夠多一些描述 來介紹台南的話 或許一些背包客 它可能會回心轉意 想要來台南看一看 然後或者是一些大型的看板 或者是我們也沒有可能在那邊設計 設立一個服務台或等等 比較一些具體的連結 給局長做一個參考 謝謝 局長請坐 那局長 那個交通局長 張局長 張局長 那個剛剛那個議會的同事 很多人都在建議說 有關於脫掉的部分 我也知道脫掉好像 流標很多次嘛 總共流標幾次 三次 流標三次嘛 所以說才從 租斷的方式來改成論見記錄嘛 是 所以我覺得 同事之間會說 脫掉會脫掉那麼多次 其實跟論見記錄有所相關啦 所以他們脫了越多 就賺了越多嘛 但是脫了越多 賺了越多 是不是整個 庸設的空間能夠解決呢 到目前為止 我看民怨是大過於脫車的 這種 那個 問題的解決啦 變成製造出 另一個民怨的一個問題出來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 脫掉的問題還是跟整個 停車的空間 還是最關鍵 最關鍵 那我知道你有去被動的去規劃 獎勵民間投資嘛 那我認為是說被動 應該是其次 最主要還是在主動的規劃 但在主動上的規劃 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相關的還是要看國有財產署 在都會區裡頭的一些土地跟空間 我舉一個例子讓你們做參考 下一頁 就像這一頁當中 其實就在本席的選區 在那個大灣路跟昆大路之間 那目前是被昆山科大所圍起來 那所有的字號當中 其實就只有 這個看起來不是很明顯 就黃色的框框 那兩塊才是屬於那個昆山科大的 那個土地所有權的面積 可是它卻圍了幾乎是一整片 一整片 然後它所佔的面積大概35% 有65%是國有財產署的土地 那這個部分所可能釋放出來的空間 就非常之大 我想說局長 有沒有可能依照這個例子 來清查所有國有財產署的這些土地 閒置的空間 來進行停車空間的規劃 跟議員報告 其實停車為了增加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那的確也是一個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最主要是我們的 在都市計畫區裡面停車場用地 目前的是遠遠不足 對就是 所以說本席才會跟你講說 這種路外停車的部分 應該找國有財產局嘛 路邊的部分我們可以自行規劃嘛 路邊的自行規劃部分 從一年多前本席就邀你跟那個謝科長去 其實連同永康到現在還是虛止可數啊 增加了非常有限 以中華路來說的話 其實明明都有空間 但是呢 謝科長他認為那是交通 尖峰時間 交通 主要交通要到 所以不能來做停車位 其實真正的交通時間 其實只有上下班而已 有些停車位你劃了 上下班尖峰的時間 你就讓他不准停嘛 這其實在國外有很多這種例子啊 就在尖峰時間的時候 他不開放作為停車位 但是尖峰時間以外 他可以開放作為停車位 再給一分鐘 感謝議員 這個其實議員對停車問題很關心 那剛剛談到國有財產局 的確是有很多空地 還沒有完全利用 但是也要看它的地用 土地的類別 對 沒有錯 閒事的空間還是相當多 我們最近也感謝國產局 在健康路西門路 有一個三角窗的土地 那是停車場用地 對 目前已經無償撥用給市政府 對 我們也是一塊一塊的來做 其實就永康來說 我們大概就跟他合作 對 像那個榮譽街 榮譽街現在國產署跟市府的地 我們也要來開 總是有遺漏之處 不然本席不會提出這個東西讓你知道 那這現實上就是遺漏了 而且在其他的地區 我知道還有一些國有財產組 這塊地我們會再來瞭解 還有好幾塊 我想這是 還有永康另外一個就是 永康很多停車場用地 都是私人土地 對 比目前我們的財政能力 我知道 徵收的部分 有些礙於財政能力是沒有辦法 但是在財政能力以外 下一位王家蓁 王議員 跟蔡議員 蔡議員 兩個聯合質詢 時間20分鐘 那個 官旅局 局長 是 我們最近這個府內都有好消息 你們的副市長要升官了 本會的同仁也要升官了 都是值得恭喜 但是 不管這些朋友們升官發財去怎麼樣 我們台南市還要繼續我們未來的路 這個希望仍然保有我們的摧殘灿 我自己的好朋友 不管他位在東區 或在位在安平 都非常清楚地體會到 他們做生意的店面 生意大捷 那局長 從去年登革熱的時候 您就給我們訊息說 你們有什麼三個什麼從政觀光 的一個作為 但是呢 本席仔細看看過去局長 所發布的相關 這個振興觀光的作為 基本上跟去年 我們碰到重大登革熱災害 以及市長不進議會造成的種種糾葛 沒有任何變化 沒有任何改善 我看不出有哪裡不同 那今年的時候呢 賴市長也很誠懇 至少我會願意認為 他是一個誠懇的說法 他說 520前也罷 520後也罷 都歡迎 所謂的陸客朋友 來台灣觀光 不要對台南有所誤會 所以局長我想請教一下 針對目前陸客銳減 當然不見得只是台南 台南可能減得更明白而已 那你們有沒有積極的作為 譬如說甚至也可以 像本會同仁講的 往其他地方去開創新的觀光資源 這個都沒有問題 可是到目前為止 觀旅局有什麼作為 因應我想你們也想得到的 觀光人次會減低的一個事實呢 局長 跟議員報告 就是針對陸客減少了這一部分 其實大概比較清楚的指標是 今年的五一 那其實剛剛中央的 中央的 中央部觀光局 大概也發布了一個數字 就是說其實 這個部分是謠傳 說其實還沒有到減低的程度 那因為去年有提高 所以大家覺得今年減低 局長對不起我先打斷你的話 我管他中央政府是誰 政府的消息從來就比民間來的慢 所以像你們都起自民間 局長都參與很多這個社會運動啊 這個運動呢 包括賴市長一步一步從民間走到高位 所以我是說你不要拿政府的消息 來搪塞本會 因為我們聽到的是第一手 業界的資訊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減 我們看到的3月4月很清楚的減 我現在就是說你針對減 我們因應嘛 你不要說政府告訴你們說沒有減 你就suppose他會減嘛 因為賴是賴大總 對不起不是賴大總統 蔡總統會按照他的承諾 不同意九二共識的情形之下 不減的話怎麼可能呢 所以對不起局長 來麻煩你回應我一下 那你要怎麼應對 針對觀光客減少這一部分 整體來說的觀光客減少這一部分 我們最迫切能做的就是拓展客員 拓展多元化的客員 避免單一依賴 這是唯一的辦法 那不管是中國來的客人 或者是其他城市來的客人 其他國家來的客人 都是台南的客人 這都要積極爭取 而這幾個月來的數字 就是感受到生意變差 其實的確跟經濟的景氣度是有關的 但這部分我們也注意到了 就是說雖然在旅客數字上 我們看到的減少是一到兩成 可是大家店家都會覺得說生意變不好了 來局長你剛剛講一個數字 我們的旅客數減少了一到兩成 對不對 統計數字 統計數字嘛 數字會說話 這是所謂的 這個有知識層面的講法 都是看數字嘛 數字都已經減少一到兩成了 實際上店家的感受 只會比這一到兩成來的更嚴重嘛 所以局長你剛剛講那個關鍵點 在於說 我們不是說指西漢陸客 我們西漢全世界都來台灣觀光 都來台南觀光 都來台南旅遊 那你講的賴清德市長任內 基本上來講都是以日本為主嘛 包括他馬上要去日本了嘛 日本是我們第一位的客人 所以當然也受到很高的重視 但是第二位的客人就是中國客人 那其他第三位第四位 包括港澳客人 就我周末才剛從香港回來 其實他也是中國客人 那另外就是東南亞的客人 這也是要積極爭取的 局長你不要用說的認真爭取 你們的方式什麼 譬如說賴市長獨獨青賴日本 所以只要日本的航線 他竭盡所能的開一條開兩條 包括在大會期間要專門過去日本 就為了他的好朋友 跟他一起再去拓展客源 可是其他呢 其他你自己去走了一趟以後 接著下來呢 然後就死掉了嗎 還是怎麼樣呢 你要拿出具體的做法 包括你跟本會的一些 所謂的三種振興的方式 去年的時候 你很高興的告訴媒體說 我們有三種方法 可是事實上沒有看到 有所提升啊 局長 我們在爭取的部分跟議員做報告 其實像香港我們也是每年都定期去的 像香港我們今年甚至有三次的行銷 在去年我們是兩次 包括旅展跟小時節 那今年除了小時節跟旅展 甚至還加了一場文創的部分 那東南亞的部分現在月節已經開行 所以越南的部分會是下一站 那另外就是在新加坡的部分 現在也是我們在做規劃去做行銷 那至於市長的部分 我想我們出去做推介 市長不會每次都去 那市長去中國的那一次 我想大家也都有看見 市長去中國不是去推銷旅行的 是推銷他自己的理念的 所以我跟你講 市長去那一次有沒有幫忙 我們台灣跟大陸 產生一個直行的一個互惠關係 並沒有嘛 西安就斷掉了 你為什麼把市長這個 讓人聽了生氣的事拿出來講呢 市長去大陸是適得其反嘛 對不對 所以局長你也承認 不光是日本 第二好了 日本是第一好了 對民進黨政府來講 日本永遠是No.1 日本是第一 那第二就是大陸嘛 第三你說是東南亞 或者越南 Anyway這些國家都排下去 那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去掉日本之外 對大陸 因為賴市長也講了嘛 不要誤會我們台南鄉親 討厭陸客嘛 我們只是某些人討厭陸客 我賴清的不討厭嘛 那這一部分 你們如何積極的作為 什麼時候 目前我們跟大陸的航線開哪一條啊 我們之前是有武漢航線 但是武漢航線最近 也做了改動班次的這個 什麼叫做改動班次 就是無以為計了嘛 沒有在四月其實停飛的理由 還需要武漢那邊來做了解 因為他在四月份才剛剛停飛 也就是說武漢也航線也斷掉了嘛 是不是 是他四月份停飛了 四月份停飛了 為什麼 為什麼 賴市長如果那麼樂意 歡迎陸客來台灣 對不對 今天你們執政了 民黨全面執政了 想的該是台灣人的國際民生 那武漢航線為什麼斷掉 武漢航線開了幾個月 局長開了幾個月 他開了幾年 不是超過 好開了幾年 開了幾年到目前 四月份斷掉了 那不是你們最應該去考慮 這個應該要問中國的考量 因為其實這個航班的搭載率是很不錯的 甚至有到達九成以上的時候 平均也都 今天 民進黨政府 所講的一切就是不管對岸如何 我們都要盡量為台灣人謀取最大的福利 對不對 而在謀取台灣人最大的福利 所以我們台南人的觀光是我們的主要 這個宣揚我們自己 我們最重要的資產的情形之下 大陸怎麼斷 我們仍然該盡心盡力去爭取 對不對 這也是賴清德市長講的話 請對岸不要誤會 那如果在這種情形之下 除了日本 你們愛怎麼開航怎麼開航 愉快的不得了之外 大陸這個武漢航線斷掉了 四月斷掉的 你們應該如何去竭力的把這個航線 再把它重新接通呢 這不是你們該做的一件事才吻合賴清德市長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所展露的誠意嘛 不是嗎 我們的確會去了解 那武漢這個部分 因為他是包機 他本來就是包機 雖然他是一個私核約 所以他不牽涉到政府 日本不都也是包機嗎 不是 日本是定期航班 他的性質不一樣 那所以武漢這個部分我們的確要去了解 也會像議員所說的去爭取 那對中國的部分 現在港澳客是我們最主力的 對中國客人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 這也是剛剛為什麼跟議員解釋說 我們對於香港澳門的客人 其實是非常積極爭取 好 局長 對我們很有好感 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人的利益才是最大的利益 對不對 對岸他怎麼樣 我們都要竭力爭取 對不對 所以我要麻煩局長 告訴我們具體的計劃 除了日本這條線之外 大陸的線怎麼恢復 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家 你們如何有具體的作為 包括你去香港三次 如何有具體的作為 讓台南的觀光產業 不至於受到民進黨全面執政 就是民進黨去做大關了 台南人巴鬥妖喜啊 麻煩局長告訴我們 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麻煩局長要給我 是會 我們在香港的部分的成果 跟旅行業的合作都會 麻煩給我報告 謝謝 是 麻煩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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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站起來 補助補 你是一個秘書長 台南市政府人選之一 我這樣探討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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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財團管理 不處理好 你要做秘書長 你的操守會受到質疑 好 我放一個投影片 來 投影片給我放一個 這個是台南方一個圖片 或是 這人你很了解 不用看你也了解 今天大眾媒體報導 我們在東光路 就是 東光路是我們市政府的地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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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行到 今天要問一請 我再到地政局確認 那裡頭的所有的關係是我們市政府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那個 中華區裡面有一些是市府的土地 還有一些是 南方的土地 我現在 東光路 是因為 公共設施做得了 齁 我們市政府的地 駕駛 南方公共設施之後 提供我們市政府 你如果對著八成 違規停車什麼 都手段不軟 一定脫掉 一定開單 齁 駕駛駛 也是我們市政府的地 應該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道路都是市府的 好 這人你敢去南方的嗎 你敢敢去南方的嗎 沒有啦 社會沒有啦 駕駛駛駛 大家我曬過來 我沒辦法曬 沒辦法曬 沒辦法曬是什麼原因 明明一條道路 現在有保存的人員 三隻支 教通主委幫 都把你搂一搂一搂 搂一搂 在那裡 南方 孟師太 南方啦齁 現在孟師太沒有了 三民館人 我們的地 紀念書人的在那裡 可以這樣做 可以在那裡 倒路是我們市政府的 中文後 做路 管路政府 你況這年多久 這樣做都沒有 我們市政府都沒有聲 任何道路在那裡 政府的土地給輸出人的 黑北支援 人家站在 快車道路支援 這人 合理不合理 議員報告啦 就是這個道路 那個土地 我們還是要釐清 哪一些是市府的 哪一些是南方的 要釐清 要做不做 你們敢的 親到不會停 你們就要拖 就要開拖 我們市政府 你當然是道路你管 這道路是我們政府的 你放任他幾檔 南緞夢時代 到現在開幕了多久了 這人我請教 我不敢說你是 南緞夢時代的夢神 可是你這樣做 八歲 覺得很奇怪 我今天講完 你有沒有去二千幕了 這是 地政局的資料給我 黑鹹鹹是我們政府的 你去看看 南緞夢時代 膽大包天 然後我們市政府的紀念 在那裡 他們的人 沾倒路在那裡 做生理 第三 我請教你 中華路 有對一間公司 航空開幕 他們的門口 不能停車 中華路 對一間公司 可以像南緞夢時代 門口不能停車 我們南緞夢時代 如果我向你請教 說 雖然公司開幕 有對一個 政府替他找的停車中 我說我是南緞夢 真的不能停車 經濟什麼發明 當我們政府的 我們就把他圍起來 不需要 讓他雖然在門口停車 我們不能經過他的路 自己 開一個路 裡面 蓋入他的停車中 一定停管要 沒有 不能停車 什麼原因 所以你要做秘書長的時候 我覺得南緞夢 你做的事情 不做 我感覺你教財團之間的 目的太大 你要我回答 我要用教徒機長的身份 你回答 好 我不是秘書長 報紙這樣 我會去問啦 我要幫你報警也不會 因為我現在教你管理都不好 你 所以我今天很想要教你 做秘書長 還可以 你做九龍教長 我可以當很多 聽車中 用爹地 我們 各府通販檢討 都會輸錢買去 我 早知道 以前我不要貼多 你也可以 幫我帶我手一塊 給我變金 報率很大 我們信仰也 變金一塊 英國也都變金 我早知道 都叫你比較好是我 你現在做秘書 我早知道 叫你不好 沒辦法了 我沒有啦 以前不好 進又好了 沒意思了 我們不管做什麼職務 都是為市民 為議員 他會帶來的經濟開發案 他會帶動地方的繁榮 那為了 因為他會帶來很多的 所以我們要開幕的時候 我們都會來做交通維持計畫 要求他要配合很多事情 讓這個交通的衝擊降到最少 配合給他 把他站去做 他支援這樣就對了 他有義務要派保全出來指揮 對阿 不能說 孟十代的車子人這麼多 然後要我們 你也把中華錄合 你開線路也好證 他支援是都不是 他支援是 他支援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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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我們要求他 要派保全出來維持交通 交通之 信 他維護人都 看在他 他分開這個 停車到 他做生意 如果中華錄合 交代 還要賺他還不讓你賺 你還要賺 一定要看在他 總比可以 不會啦 如果你如果沒有進去 也要把你強迫 有人這樣 這棟都 明明說 要維持道路倉東 還不是我說 大衆媒體隨便要去做錢 這幾天還都是這樣做 我想不會 不會 阿不會 阿不會 阿不我們兩個 我幫你打賭 今天我切件事請給你 阿不然我事實要給你 看你要怎樣 有啦 有這種情形我們會跟他 阿還可以跟他改正啦 對 局長 是 我跟您請教一下 你剛剛講說南訪 這現在叫南訪購物中心了嘛 對不對 是 OK 他對我們東區來講 是一個重要的建設指標 對不對 但是你告訴我們一下 從南訪開幕到現在 有兩年了沒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前年底到開幕到現在 OK 好 我們東區的人口一直在銳減 對我們東區來講 南訪夢時代 南訪購物中心 也不是賴清德市長任內的得正喔 也不是喔 事實上東區很多重大的建設的規劃完成 都是許天才市長任內 而今天多一個南訪購物中心 讓周邊的相關店家或者學校 或者住家教苦連天 你們講算是重大的建設 是不是因為南訪對民進黨特別青睞 南訪對民進黨特別給予一些支持 所以你今天講這樣子的話 我們沒有看到 因為南訪在我們東區 有這個購物的shopping mall 對我們東區的人口的增加 東區整體的繁榮 增加了什麼好處 我們看到的是目前交通的亂 以及造成的許許多多原本商 再給一分鐘 所以局長 今天蔡議會議員跨區 來關心本區 這麼一個重大的所謂的建設案 但是事實上呢 怨天再到 怨聲再到 到今天 這個事情 蔡議員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你們有沒有對於那些脫掉業者 今天那些脫掉業者 在他們參與政府脫掉案得標 是不是應該給他們一個很明確的教育 讓他們知道哪些地段 你該認真的照規矩來執行脫掉 哪些地段你應該考量整個的周圍的整體狀況 比如說昨天政府也說了 並不是惡意脫掉 是造成了重大的違規的時候嘛 對不對 昨天你們也這樣說嘛 政府也說了 所以局長 你能不能回應一下 關於脫掉的工作呢 其實 我們還是以這個維持交通 維持交通安全為主 那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 現在開放社會嘛 很多人會去檢舉 會去報案 所以我們警察同仁也很為難 他也必須要受理 那也必須要去執行 所以第二個就是 整個脫掉的工作 我們會要求他在執行的時候 能夠做得更精緻 更便民 讓他 那最後還是呼籲我們的市民朋友 大家守法 盡量不要違法 我們就不會有脫掉的工作了吧 我要去做 下一位邱莉莉邱議員 邱莉莉邱議員發言完之後休息10分鐘 謝謝主席 王局長 請問一下 今年從一月到現在 台南市的所謂的主要觀光油氣據點 我們遊客人次大約是多少 一到三月 一到三月 你講好了啦 601萬人次 你知道去年 這個一到三月是多少 不好意思我還在查 你還在查 根據你們提出的資料 這個是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提出的資料 去年同期一到三月 台南市的主要觀光油氣據點的遊客數是670萬人次 那今年剩下601萬人次 遊客少了將近一成 你覺得為什麼 主要我想第一個還是大環境啦 就是說整體來說 什麼叫大環境 經濟不景氣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去年經濟景氣嗎 去年跟今年比的情況下 尤其是已經 這一段的藍黃燈其實已經有一點久了啦 那另外當然就是震災 就地震之後我想也會影響到旅客進來台南院 那在震災之後的那一段期間 我們的旅客的數字當然是下降比較多 那從你如果說是以地震來講啦 一月份去年是201萬6千 然後 然後 那個 今年是172萬 那二月份呢 二月份是265萬人次去年 今年是240萬人次 那三月呢 去年是203萬人次 今年剩下188萬人次 那地震是0206 2月6號的事情 那你有沒有去想過 不要說什麼事情都推給大環境 欸 市長也常在講啊 那個遊客都已經回籠了啊 那市區在禮拜六禮拜天 這種背包客自助旅行的客人那麼多 那你怎麼會說是因為大景氣的關係呢 你有沒有去想過我們主要的觀光遊器據點 會銳檢的幾個比較特別的 你們有沒有去一個一個的去了解 它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 有沒有去做一個通盤的檢討 我們大概有在review 不過我想請醫院做指教 因為我們自己review下來 古蹟的部分掉的是比較多 古蹟的部分啊 從二月份啊掉最多啦 對 赤坎樓同期在二月份去年 有11萬3千多個人次 今年剩下7萬多個人次啊 那孔子廟去年也有4萬2千多個人次 現在剩下2萬4千多個人次 連這個4.5廟啊 所謂4.5廟也是搭配這個赤坎樓嘛 去年同期有將近9萬個人次 今年掉到剩下5萬4千多個人次啊 連安平小鎮 安平小鎮 去年同期是25萬 今年剩下17萬 所以整體台南市的觀光旅遊的人次 都一直在減少 那另外啊 我說這個叫做雪上加霜啊 你說古蹟減少之外 我們很多的油氣區啊 像烏山頭水庫 雖然烏山頭水庫它是屬於這個所謂的水利署嘛 這個水利會 但是你知道烏山頭水庫 它的風景區啊 它也是每個月一直在瑞檢 而且都是砍半喔 2月份去年同期還有4萬5千多 今年剩下2萬2千多 那3月份同期去年是2萬7千多 今年剩下1萬7千多 你知道為什麼嗎 議員指的是烏山頭水庫 對 烏山頭水庫那部分我比較不清楚 你比較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身為台南市觀光旅遊的一個火車頭 你不能夠不清楚 烏山頭水庫這個風景管理處啊 在今年提出一個公告說 因為今年度的清水公園 因為救生員不足 沒有辦法招募到救生員 經評估部分開放還有安全的顧慮 所以今年度的清水公園 佔不開放 雖然說它把門票從200塊 減到100塊 但是 它的理由 你也要去了解啊 雖然那不是我們的環圍裡面啊 你也要說 那個也是我們台南市觀光旅遊的配泡之一嘛 那他為了一個沒有招募到救生員 然後 居然沒有開放清水公園 那是他的賣點之一 以至於他的來客數變得很少 那這些你們都不知道 烏山頭的部分的境況 我的確不清楚 謝謝議員提醒 很多個狀況啦 還有你們那個什麼 尖山碑的江南度假村 我們也都是坎飯 你們 我是覺得 你們這個台南市主要觀光遊戲據點 遊客人士統計表 不是只有讓你看人數 不是只有說啊 我這裡 因爲什麼樣的原因 什麼事情都推給大環境 你有很多的觀光據點 他的遊客數啊 在二月跟三月 二月你可以推給寒流跟地震啊 但是三月份 三月份 你知道我們已經有多少家 一個228連續假期 是在尾端嘛 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 那個很多的那種 那個連續假期 然後四月份的春假 你如果連四月份的春假 你這個月的統計表裡面 各個遊客的那個人次啊 又是這樣子減半 我不知道你這個觀光局長 要怎麼做下去呢 你覺得怎麼辦 我想現在我們的做法 都是結合業者 直接Promo遊城啊 就是說希望來的不只是 有人數的問題 重要的是效益啦 所以現在的整個在推動 光旅遊的方向是這樣 那整體遊客的下降數字的情況 我們的確有看到 那也的確有注意到是整體的數字在下降 這真的不是推卸之詞 那因為經濟跟本來就跟光旅遊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相關 這當然不可以成為我們的藉口 可是對我們來說在現在這個階段 那只能做的事情是第一個開發多元的旅客 去開發新的市場 第二就是說 提升我們現 趁這個機會提升我們自己的 觀光旅遊品質的環境 跟它的口碑 那這樣子才有可能累積比較好的實力 等到 局長 你剛剛一直提到說 我們現在不是只有注重人次 要注重觀光的旅遊品質 那你認為觀光旅遊品質 跟萊克的意願有沒有因果關係 那一定有因果關係嘛 人家在網路在臉書上面 如果認為說來台南旅遊 是一個非常快活的事情 非常熱活 很舒適 然後各項的景點 又有很多的配套 那口耳相傳 萊克數就會增加嘛 那不要每一次提到這個 遊客人市地檢的時候 阿不然就遲到大環境 然後我們自己又沾沾自喜 那你要想想看耶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又是登格勒的高峰期 萬一又一個疫情失控 那我們台南市的觀光 真的是要重創 不是說我們坐在裡面 看這個遊客來客人數 然後自己在那邊說 我提高我的品質 我們重子不重量啊 並不是這樣子耶 你要想想看 台南市在這一兩年內的 商務旅館數 一直在增加 我們的遊客的這個旅床 也一直都在增加 那你說這一些的商旅 然後招不到客人 我們現在就是跟他們合作 一起出去 因為這樣的方法 才能夠把客人實質的 帶到他們的旅館裡面 這是最直接的方法 所以現在跟旅館業 跟旅行業界合作 來主動的來推遊城 這是我們現在走的 那我想請問你 鄭新街前一陣子辦的那個 所謂的辦公椅比賽 是 你們有參與嗎 是 我們是主要的參與者 你們是主要的參與者 所以經費全部是由你們來支付嗎 不是 全部 不是 因為它是一個街區的自主活動 所以政府的角色是在背後支持 所以主辦單位是掛鄭新街區 跟台南市政府觀光局 這個就是我想要告訴你的一點 你知道這個辦公椅的那個比賽 雖然是由商圈他們自己去開發 把日本他們的那個比賽 複製到我們台南的商圈 但是這個是一個我們的特色 我們的一個特色 所以站在官女局上面 不是只有在背後去支撐 而是要實際去參與 然後把這個活動讓 其實我們你說好你全程參與 可是台南市民還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是看了那一天的比賽的 電視的轉播之後 才知道說我台南市有辦這個活動 我希望我們官女局 不是每次都只有在帳幕上的 這個人次的統計 然後統計了人次以後 你們又只能說 我們可能是什麼樣的原因 什麼樣的原因 觀光旅遊局是要走出去 就走出去 不是只有管理你的景點跟你的據點 這樣人次的減少 我希望在四月份如果人 現在休息十分鐘 休息完之後 還有三位議員第一輪登記發言 我們第一輪登記發言完了之後 休息到下午一點半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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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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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也就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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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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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